假如通胀重年的前撤要引发股灾,一定要由利率预期大幅抽升来开始,暂时未见到足够证据令美国联储局转英派,所以上周美国公布CPI之后股市出现的跌势。 又一次非常短引,投资者依然乱眨股票,只不过在选股方向上微调,上周五年中小型科网股也回涌,可视通胀优虑始终比较实在,策略上应该继续侧重有定价能力的品牌股。 如果之前走避不及,手上仍然有太多科网股的话,输小当赢也好,执翻身材都好,不妨把握机会减持部分。 准备执仓型战身规则之下的股市,当然亦不鼓励十上十落。 全清科技股,始终这些公司长线创造价值能力最强,股价转弱主要是资金流向右边兼且估值偏贵。 可视无人能够说得准,到底什么水平才合理。 因此有需要保留一个核心持仓,经过最近的波动,相信会进一步强化标普500指数的地位。 不错,去年破坏性创新概念大行其道,但今年回吐实在太过严重,并非一般若小心灵所能承受。 就算要博,也会适可而止,较大部分的注码,还是流入相对稳定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比较合适。 近期个股一轮腥风血雨,标普500指数比高位最多时亦跌不够5个巴仙。 今年累计升幅仍然超过一成,美股实在胜在平均,各式各样的概念也有足够队员。 加上大头的几大科网龙头差极有个普。 难怪标普500指数达到宗教式的地位,对吸纳全球资金相当有帮助。 反观中国在这方面极之涉章,行指以至A股各个主要指数,长期而言阀善足陈。 MSCI中国指数算是比较好,亦相迎见绝,一向主力靠科网巨企及消费股。 前者已经被监管而累打残。 后者股值超高下,基金普团瓦解。 恐怕有段日子横行,至于银行股就受累于为国服务的标签。 股值低迷,长期指得招行03968独大。 资源股更加欠缺大仗,因此对于不想紧贴大使。 希望简简单单用平均成本发入长长线投资的朋友。 唯有被逼崇扬,跟对标普500指数便算。 请不吝点赞。